提起央视主持人,很多人都会想起董卿、萨贝宁等人,他们都是央视舞台上优秀的主持人,不仅专业素养高,而且应变能力强,情商好,因此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。 很多人认识萨贝宁都是从《今日书法》这档节目,小时候的萨贝宁很是调皮,不过学习成绩很好,这一点令父母很欣慰。 高三临近毕业的时候,萨贝宁收到了北大的保送通知,进入北大后的萨贝宁依然表现活跃,学习成绩很好,四年后萨贝宁又获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。 后来央视准备成立一档叫《今日书法》的普法南部,为了找到合适的主持人,就到了萨贝宁所在的法学院挑选人才。 凭借一脸正气的外表和专业的法律支持,萨贝宁在众多人选中脱颖而出,被央视选为《今日书法》的主持人。 进入央视后呢,萨贝宁就开始主持着这一道南部,一干就是十三年。 在这些年中,萨贝宁给人形成一种台上挥洒自如,在直播平台上也是毫不逊色知名网红。 如今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多网红赚钱的工具,也成为了广大网友乐趣的来源。 很多明星也会偶尔的开直播,萨贝宁也是一个对新事物敢于尝试的人了,直播活起来以后,他也忍不住上线尝试了一把。 萨贝宁直播开始后呢,先是和粉丝们聊天互动,然后网友提议让萨贝宁向董卿界六个字却听单了一阵观众,他说一百,少了点,五十怎么样? 萨贝宁像是被幽默风趣的董卿调侃了一番,他笑着回复,您连一百块钱都不给我,两人互斗一场引来无数笑声。 没想到号称情商高的萨贝宁竟然被董卿给耍了。 哎呀,一百块少了点啊,五十,一百块都不给我。 不过董卿的情商也不差,两人之间虽然只是开了一个玩笑,但是明显能看得出来,两位优秀的主持人都是高情商的呢,而且私下的关系显然也是相当不错的。 如今的萨贝宁早就脱离了学生的稚嫩,在综艺上彻底放开,让他也多了不少别样的魅力。 一生花,尤其是喜当了爸爸,更是让萨贝宁多了不少的魅力。 萨贝宁帅气聪明,妻子李白更是不输,可想而知,两人的孩子未来会有多么的出色。 好了,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视频的内容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